《牛頭角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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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是凱靖 觀塘下午有遊行 部分遊行人士在牛頭角警署外面聚集 我們看看現場 我們現在畫面見到的是 《牛頭角警署》對開的一段偉業街 現在大批遊行人士 由南北兩邊靠近 《牛頭角警署》的位置 《牛頭角慎政府》 《牛頭角警署》 《牛頭角警察》 《牛頭角警罪》 《牛頭角警署》 《牛頭角警署》 較早前曾經有遊行人士嘗試衝過去警方的防線 而今日觀塘的遊行由下午1點半開始 遊行隊伍在2點多抵達終點靈探天地 但另一批人就偏離了原定的遊行路線 就前往牛頭過警署的方向 在右邊的畫面 我們看到遊行人士手持不同的物品 曾經看到有人拿著磚頭 曾經有人拿過一些器皿 我們看到那個警員拿著他們的胡椒球槍 看到有遊行人士向這個警員射一些磚射光 這個警員是靠近警方的防線 看到警方再次舉起紅旗 就是警告遊行人士停止衝擊 否則死用無力 而我們看到這個路口 就是偉業街和兆業街的交界 除了沿著兆業街的方向 除了有牛頭角警署之外 亦都有警方東九龍行動基地 再入一些就是港鐵總部 我們在右邊的畫面 看到遊行人士用一些鐵馬 設置了一些三角形的路障 亦都有一些類似是竹枝 據了解 除了警方出動防部警察之外 鐵路應變小組亦都是奉照到場 右邊的畫面 看到一部份的遊行人士 是拿著一些自備的長盾 亦都是有一些路牌 這一批的遊行人士 原本是參加下午觀塘的遊行 由觀塘的晉業街遊樂場出發 原定的路線是沿海濱道 韋葉街 前往九龍關的靈探天地 那部份人就偏離了原定的遊行路線 是去到牛頭角警署 在這裏 上方對視的情況 現在是超過一小時 另外有一批的遊行人士 是去到靈探天地外面的位置 剛剛我們都看到 是弄斷了一支的智慧燈鼠 亦都是有人用電鋸鋸燈鼠 以及用繩 嘗試拉低燈鼠 看到有手邊 遊行人士是拿一些長盾 是敲打一些鐵馬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左手邊 我們看到左手邊 有遊行人士是噴出一些煙霧 我們看到現場是煙霧尼蠻 暫時未知這些是甚麼氣體 我們看到有防部警員 是衝向遊行人士的方向 我們看到遊行人士是慢慢的退後 遊行人士是向警員的方向 揮動他們的長傘 我們看到一個警員是倒地 我們看到現場情況 開始比較暈緣 撲撲警員和一些遊行人士 都有些肢體的衝突 我們看到有更多的防部警員 是向遊行人士的方向跑去 畫面的左手邊 我們看到遊行人士是開始向後跑 我們看到有不同的人是倒地 防部警員向遊行人士是揮動警棍 同 Romais 看被警員掌握 否則持有個警警員掌握 小威姐被制裁在地上 見到小威姐向警方釘一些雜物 警員現在慢慢後退 警員配備了一些圓裙 地上亦突然有些火光 見到有示威者向警方釘一些雜物 不足之 亦是釘過一些雜物在地上 然後有些火 見到左邊 小威姐不斷釘一些長傘和竹枝 向警方方向 見到現場有些煙霧 我們見到左邊警員舉起了黑旗 警告會發放催淚煙 我們見到樓上部門這些雜物 長傘和竹枝 我們在現場聽到有兩下聲響 但未知是否警方發射出來煙霧 我們見到地上有些雜物是燒著 我們見到地上有些雜物是燒著 其實現場的路邊還有一些私家車 以及一些新聞採訪車 往中天邊採訪單 他們有些人採訪單 馬上評價 我們現場的網民採訪單 但根本在里面採訪單 換你連青例被採訪單 雜方對視情況 已經有超過一個小時 現在情況開始非常緊張 路上亦有些被洩上標語 我們看到剛才示威者向後退後 現在是向前推進 和警方的防線開始近一點 左手邊見到警員把示威者帶走 示威者繼續向警方防線 帶一些藥襲物 亦是借一些鑾蛇光 現場不斷有些煙霧 我們看到警方開始私放催淚彈 示威者又再次後退 警方亦舉起黑旗 警局會發放催淚煙 警方是慢慢將他們的防線向前推進 現場地面其實不時有些雜物被燒著 見到剛才有警員追火消滅 警方是和平遊行 沒有來看前衝突 找了手邊 再有示威者被警員帶走 我們看到警方在右手邊的畫面 是繼續發射這些 應該是催淚彈 亦是繼續向前推進的 警方是一隻繼續向前推進的 亦是一邊發放催淚彈 看到現場煙霧離蠻 催淚彈 警方是持續發射催淚彈 並想向前推進 暫時未見示威者是退到何為止 現在警方的防線停在這裡 警方再次捉起一條防線 亦是配備著一些長盾和圓盾和警棍等等 我們見到路上也有一些長傘和竹枝 較早前是見到示威者是拿一些長傘和竹枝等的雜物 是定向警方的位置 現在警方是暫時停止推進 在那裡的防線上下了 警方的防線是為了 警方的防線 警方的防線是任何人 警方的防線是在路上 警方的防線是平均的 警方的防線是在海洋盆 警方 checkpointnet 警方警方警方南推進co 暫時警方停在常月道的路口 警方的推進行動已經維持了大約三個字 而小溫子就是回到靠近觀塘位置 而警方的推進行動也是向著觀塘方向推進 現在部份國務警察就是在韋鐵街連接著常月道天橋一位置高貨 在韋夜批示威者原先是參加觀塘區遊行的 之後去到終點站九龍灣的靈探天跌之後 就沿著常月道的位置就出回去牟頭局警署也就是韋夜街 早在大約15分鐘之前左右 警方就突然間有警員就出來推進行動 而較早之前也有示威者向著警方定襲 而警方也就是舉起一個紅旗就是警告不要再衝擊警方防線 警方也就是舉起一個紅旗就是警告不要再衝擊警方防線 也都是有發射過催淚煙的 在飛散騰洞期間 示威者一邊走回去觀塘方向 也都一邊是有向著警方那邊定襲物等等 包括有牆竹有磚頭也都有玻璃瓶等等 而其間也都看到馬路又著火 未知是否跟一些懷疑汽油彈有關 那畫面左邊見到又相信少人是被警方帶走 類似的比例 警方大推出 警方矮離 警方公營 警方暴走 警方米 警方剛剛發了新聞稿 示威者集結在官堂偉業街 並用水馬、竹枝等等的雜物截至盧障 造成嚴重的交通阻失 也嚴重影響到緊急服務 樓樓國警署的報案室已經暫停服務 警方呼籲示威者不要撞失緊急車輪通道 以免影響警方為市民提供緊急服務 警方警告示威者立即停止所有違反行為 並呼籲在場其他和平示威者立即離開 警方對示威者一切暴力行為是愈以言為譴責 剛剛才看到在畫面右邊有警方發射了 相信是胡椒球彈的 而畫面左邊仍然是見到示威者聚殺的 這條是在偉業街通去得福花園平台的一條行車天橋 而在天橋上的示威者和對面行車線警察有對視狀態 暫時似乎有一些膠著 因為是推進了15分鐘之後 現在示威者就停在天橋上面 警方暫時未有進一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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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經過警方先一段推進 現場也則只能在偉業街和偉業街連接 德福花園天橋這個位置的示威者聚集 是嗎? 那浩灣現場暫時到這裏 稍後另一段失物